来 你知道吗 我曾经也是个痴心不安 她说她觉得孤独 我就搬到了她的城市 她说她对我不放心 我就把我所有的银行卡 都给她了 然后呢 她说她想要像公主一样被宠 我就随叫随到 无微不至地去照顾她 最后呢 最后她跟我说 你是个好人 要不我们结伴 你最后这个包袱吧 抖得还行 但是你这个桥段 我在番茄小说里看过 不下十个版本了 你的套路过时了 走了 哎我可是你都没有 你也不敢拿来 我可是我那不是 松露 那个班下 我是说 今天公司 有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没什么事啊 怎么了 没有 我们等一下还要去开会 他肯定没吃饭 要不你去给他买点吃的 好 记住了 别再给他买牛奶了 他牛奶过敏 喝不了 他不喝牛奶 从来不喝 之前你给他做早餐的时候 他扫了你的杏 喝了两次 还是我给他买得过迷药呢 牛奶要趁热喝的 我记得你 他们的杏汇 只能够这个 他们没有 不不 independent 对 但是还有 你完了 我也不容易 我朦 maj 不错了 还不错了 我根本科長 因为当初 有没有搵